大家好,又是Gobi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年一度的Black Friday sale 正式開始了 在我推出這段影片的時間 大家已經給了很多不同的Black Friday sale 的E-mail炸死了 今天的影片 概括一點點 我想介紹一些 不是很起眼 但成分十分好的品牌給大家 畢竟我拍了Cleanse Beauty 和Natural Organic牌子 拍了很久 其實我看過很多不同的品牌 也試了很多不同的品牌 我也有一點心得可以分享一下 哪些品牌 我都頗有信心 大家可以多留意 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不同的品牌 就著我現在用的 一些皮膚治療 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稍後就會多看我後面的 皮膚治療櫃裡面有的東西 希望就在這段影片 可以介紹一些 大家可能比較少接觸的品牌 從中就希望大家可以發掘一下 這些品牌裡面 一些不錯的產品 就經過我去介紹給大家 我這條影片 會就著三個網站 去和大家說一下 一些裡面有的不同品牌 分別就是有 我平日都很喜歡在國內買東西的 iHerb Yes Now 和Look Fantastic 這條影片 就不是贊助的影片 純粹我就希望 藉著我的口說給大家聽 一些比較小眾的品牌 就希望大家多多留意 希望大家可以在裡面 找到一些適合自己用的產品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看下去吧 在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新來到我的頻道 歡迎大家 我是Gobi 我的頻道是關於 Natural Organic Beauty為主 亦都關於 Clean Stay Beauty的題材 Wellness Vlog 飲食 如果大家喜歡看這類型影片 記得去我的頻道 看看其他的 Playlist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 和按下小鈴鐺 下次我撈三篇的時候 就會第一次通知你 我們立即開始 看看後面這個 Skin Care鬼 好了 我們來到Skin Care鬼的最頂層 這裡都是一些 Essence Tona 花水 大家都聽我說很多 我就不在這裡特意介紹它 我分裝的 Florihana的花水 其實裡面我都會加兩滴 這個 Tea Tree的Extract 這個我在I-Earth買的 用來做抗氧花 通常我都會 一支Fill Up 就滴大概五、六滴 這樣下去 我會這樣用 其實 如果大家是乾性皮膚 我都很推薦 Tocan Yo 這個牌子 其實在我的五件 最值得也說過 給大家聽 一個很簡單的保濕 但它有一點厚度的化妝水 另外如果大家都是敏感肌 如果大家很怕任何刺激的話 也可以選這個 雖然我是新試 我試了不久 你看到用了一點點 但這個是十分好的成分 兼且是一個很柔軟的 比較上是保濕型的化妝水 如果大家是敏藥肌 也不用擔心用這個 一定是不要死的 另外呢 有兩支 兩支是去角質的 Tona 其實這兩個brand 我也覺得挺好 它們分別就是 Bonaggio Song By Me的Tona 我覺得很柔軟的兩支 一支只有BHA 一支有好幾種酸類 AHA BHA PHA 是不同大小分子的 果酸和水氧酸 其實功效上 我兩支都喜歡 但這支用得比較多 因為我比較容易毛孔閉塞 所以我比較喜歡用BHA的產品 另外果酸 其實這支也不錯 我覺得不錯 我同樣地擁有它 和它們的Serum 這個系列的Serum 我比較喜歡Tona 如果大家暗瘡性皮膚 或是想定期去一下角質 其實這支也不錯 另外找舒敏 當然有我很喜歡的 亦都是我五件 最值得出現過的 Time Revolution Mesha Timesha Trainment Essence 我已經賣過另外一次了 因為它就快沒有了 它新出好像出了噴頭 我就已經入貨了 另外 屬於清爽胃型的Tona 還有這支 也不錯 這個也是Skin 1004的Tona 不要看它這裡剩下很少 其實我已經入貨了 我入貨了 我入貨了很大的瓦 這個是很舒服的香味 也同時覺得皮膚是清爽 舒適的 它有一點白蘭花的味道 雖然它是積雪草的Tona 但我覺得很香的是白蘭花的味道 不知道為什麼 但用起來是蠻舒服的 另外這兩支就是Pirito 還有Nacific 其實這兩支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所以我不在這裡說太多了 接下來到第一格 這裡會有透明質酸的Serum 綠茶Serum 抗氧化的東西 維他命C 還有維他命B3的精華 因為蠻多的東西 我就選擇一些大家容易找到 當然第一個我推薦的透明質酸 就是這支 這支就是... 我都不懂得讀 其實我之前的五件最值得也說過 這麼大的透明質酸 其實真的十分大 用它大概八百多元 但真的用得很久 我已經差不多一年半兩年了 它還有一點點 當然我就分裝在細瓶裡 容易一點折 因為不用經常倒出來 但這個是一個 性價比十分好的透明質酸 另外 綠藤雖然都很好用 但它們黑五沒有特別做折 所以就沒有特別說 接下來 我覺得好用的舒緩的綠茶療程 就是這支 這支就是 Tosho One Tosho One 綠茶的Essence 其實它類似一個 Gel 這樣 其實真的蠻舒服的用 而且覺得皮膚舒緩的感覺 這個如果大家是敏感仔的話 可以用它 做一個簡單的保濕 兼且舒紋 之後的 這一支 其實我已經說過無數次 而且它都差不多給我用完了 Lux Serum的 Skin Brightener Lightener 是很好用的 一個去印 Hyper Pigmentation Serum 如果大家有興趣 看看我以前的影片 就是在I Earth買到的這一支 這支都差不多用完了 另外一些好用的維他命C 當然有Mac Hippie Mac Hippie 這個是我的第二支 質感也是十分之好 亦都好喜歡香味 如果大家的皮膚不會太易敏感 我也挺建議 大家用Goodle Green Tangerine 這條維他命C 它擠出來就是淡黃色的 維他命C精華 小小黃色 是很舒服的很薄的質感 這個也是挺好用的 大家可以看看 放了Goodle的維他命C 這條維他命C 是很出名去印 大家可以看看 我用過這個 Serum 我覺得十分之不錯 質感各樣東西都很好 另外這裡有幾支的維他命B3 這個在我之前的開箱也說過 其實用起來的感覺都不錯 是一個很薄的質感 是很薄的質感 它又不像Serum的 是比較薄的質感 但是很薄的質感 用的時候也不會有 平常的 普通的Nicillamide 那麼刺激 我覺得它比較溫和 另外兩支 我還沒有很大感覺 雖然我已經開了 Civic和Easantry的 即是Phytonyzen 還有這個是C-Nyzen 我開了就沒有很大的感覺 用了 我會再用久一點看一看 當然裡面有一支 Backup的Ordinary Ordinary Ordinary也是一個 性價比十分好的品牌 如果大家找開Nicinema 都可以看Ordinary的Nicinema 性價比十分好的 然後我想跟大家說一下這個Draw 這個Draw 這個Draw 全都是我用的酸類產品 幫大家做這個 疏通毛孔 去角質 因為你做多一點去角質的功夫 自然就沒有那麼多容易生暗瘡 或者起暗粒的狀況 我裡面也有幾支想推介給大家 分別有兩支BHA 第一個就是Incalyze的BHA 很細緻 但質地很薄 也是很好的BHA 我自己也挺喜歡它 因為它沒有味道 整條線 而且這個Incalyze 其實也比較著重在成分方面 我看過成分很多都不錯 特別是這個BHA 我挺值得推介 和我用開很喜歡用的B-Plane 都可以廢 B-Plane感覺上會更加保濕 但兩個質地挺近似 這個會比較薄 但兩支都是十分好的 大家可以看看 這兩支我絕對會回購的 其實我這支差不多用完了 很輕 B-Plane現在只剩下這件產品 我希望它不要那麼快斷貨 但兩支都是十分好用的BHA 大家可以看看 我跟大家說過 也有Song By Me這支BHA Serum 但它裡面有兩支 它有少許油分 說真的 我不是太需要有油分 所以這支對我來說 我的感覺是普普通通的 但是 另外一支 Eason Tree的AHA 十分好用 而且它沒有味道 很簡單 如果大家比較屬於乾性皮膚 這個AHA大家都會用到 8% 它的質地十分水 而且我覺得很柔軟 我覺得 又不會說怎麼膩 整體的感覺是十分好的 這個 大家也可以看看這支 其實Eason Tree B-Plane Inkylis 這些都是十分不錯的牌子 大家可以多多留意 Inkylis 其實我也有另外一個產品 但這個產品 我就不算好推 因為我覺得它塗完之後 有點黏 對我來說我一般 但它是這個 符明酸的Night Treatment 美白 它這個 Hyper-Plementation 但我就覺得很黏 我不是很喜歡使用的感覺 但是 我又用過 另外 也有 Math Hippie Math Hippie 是一個十分好的牌子 大家都可以看看 Math Hippie裡面的成分 十分漂亮 這個是他們的Exfolating Serum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酸類 比較上這個會激一點 我覺得 那個感覺會大過 可能Eason Tree 但這個也是十分好的 Serum 我自己覺得 對 大家就因應處來用 另外 還有Derma E的 Over Night Peel 這個AHA 也是十分好用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它的質地 首先是很薄很薄的 它好像水一樣 看到嗎 已經在滴下來 真的好像一個Essence的質地 十分舒服 大家洗完臉之後用 然後再上其他Serum 去那個質的Pure 好 這一格 就有我全部用的 抗氧化劑 抗氧化劑 維他命A 滋潤 再用多一點的Sherum 還有一些油的產品 前面兩支抗氧化劑 就有 綠藤的 差不多用完了 我這支 活水 收護精華露 但是黑五它沒有在做折 我不說太多了 Antibody 大家可以在Look Fantastic 找到它 Posol 還有他們的Aura Mask 都是我很喜歡的 這個是Skin Brightening Serum 也是抗氧化劑 它有一點點顏色 但是香味 質地 是我很喜歡的 它有一點啡色 但推開是很舒服 很薄的質地 也是很... 很香 很舒服的質地 也不會黏黏 它有一點點 一點點的Tekky 但這個是可以接受的 維他命A 維他命A 就是... Math Hippie 和Lux Skin 和Lux Skin Light Witch Gretnal 1% 那... 換膚 它覺得 都是適合用的 這支可以混在你們的Cream 那裡 其實我也說過 它在我以前的眼見 最值得 但記得 維他命A 大肚子的觀眾朋友 就不可以用了 因為會對BB有影響的 那就是... 兩支都很好 質地十分之好 這個呢 偏向水劑質地多一點 所以 混在一些面霜裡 就會比較好一點 好了 後面裡面兩支 滋潤型的 ABIB 其實兩支質地 其實都很好 因為通常... 因為兩支質地都偏薄身的 所以都很適合我這個油性皮膚用 只不過現在不是很冷 不是很乾燥 所以不可以用太多 那... 首先這支就是 Hem Seed Essence ABIB的產品 大家可以多多留意 這些產品真的蠻好用的 但是呢 它是呈一個透明的質地 質地是十分之舒服的 它裡面也有Hem Seed Oil 但質地很薄 同時也很滋潤 那另外 這一支就是有Q10 大家看不看到裡面有一些粒粒 有些波波 它裡面那些粒粒 其實是腐霉 那你用的時候就搖 好像我剛才搖了 然後呢 一滴兩滴 你會看到 那些粒粒在手上 希望我的鏡頭拍到 看不看到粒粒 你擦開它 它會溶化 但是也是一個很水劑的 一個Essence 用的感覺也是十分之舒服 那其實這兩支呢 功效上也有少許分別的 這支主要用來做保濕 而這支主要是為彈性的 那對了 兩支有少許分別 那這個產品出來 各個光澤感會比較重 大家有興趣就去看看它們 那現在 最後剛才在最入位置 就是這兩支油 那分別是 Derma E的Anti Wrinkle 的Trimment Oil 還有Ren的BioRetnal 那兩支都有維他命A 那其實呢 跟這些差不多 但是呢 是In Oil Form 那大家就可以在 大家完成所有 然後再加一兩滴 做一個最後的滋潤 那當然啦 現在呢 都未是很冷的 我都未用很多 那我比較常用的 就是 Derma E的 Anti Wrinkle Oil 有私愛用來塗其他地方的 因為其實我挺喜歡那個質地 質地很薄 亦都是很快吸收 是一個很舒服的質地 那其實你又不用太多的 整塊臉呢 我想你用兩滴已經好足夠了 是一個十分之不錯 由性皮膚都用到的 Trimment Oil 這個 面膜呢 就快快地和大家 go through 了一些 其實我以前說過的 面膜啦 那分別有 Claiderm的 Dr.Letto的面膜啦 Eason Tree的Spot Saver 這個牌子好像沒有說過 Beauty of Joseon 是嗎 這個也是這個 積雪草的面膜 但它的精華呢 是比較上結身的 對啦 這個牌子的成份也不錯 VT啦 但這個不太推 我反而是推這個 Probiotic 另外 ABIB 聽我說無數次了 另外還有他們兩款的 即雪草的面膜 這兩款都是好東西 但我自己喜歡這個多一點 我喜歡透明包裝的多一點 我喜歡那個面膜的質地 對啦 我們來到櫃子最低了 最低呢 其實主力會說這格 因為這格全部都是我的面霜 這格是Nail Care 另外這格是隱形眼鏡的東西 對啦 也可以說一下我一點點 Eye Care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Eye Cream 是一個 特意開出來的 Category 其實簡單的面霜 都能做到一個效果 但如果你想特別滋潤的話 都可以特意去考慮一下 不同質地的Eye Cream 我這裏有Maea Cheer的Eye Achiever 這個是它用了Cheer Acid Oil的Eye Oil 如果大家的眼部皮膚 是很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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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試試它 它的質地是十分薄的 一個油淚質地 吸收也是十分快的 而且有花青素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你說是否真的可以看到沒有了眼紋呢 這個我未必做到 因為它主要是針對熟靈肌 我覺得它用上比較滋潤的油 如果大家想有些plumping的效果 我就很推薦中間這一次 就是Polkanu它的Black Tea Time Reverse Eye Cream 質地挺像一個厚身的Cream 但是它有挺容易吸收的 吸收完也不會令眼睛的位置有些油膩的感覺 這支其實塗上是挺舒服的 我也挺喜歡這支的Eye Cream 它即時會有plumping的效果 就是你會看到細紋沒有那麼明顯 另外有一支 這支比較薄一點的 Aromatica Rose Absolute的Eye Cream 不知道為什麼我看過官網好像沒有再見到它 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經停產了 但是這個是薄的 塗完之後也會有一個油油亮亮的感覺 但是三支來說 我比較喜歡Polkanu的Eye Cream 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去找一下它們吧 但其實Eye Cream我覺得 如果大家是要化妝的話 我就會覺得有需要 但如果不是要化妝的話 我覺得普通的臉霜 也會做到一個效果的 好了 之後跟大家說一下臉霜 其實臉霜有十分之多好用的牌子 首先一個牌子是 但節目裡面這裡最多的是Demmae Demmae的臉霜 其實真的蠻好用的 特別是... 如果大家是... 敏感肌 敏感肌的 我推介過這個 Sensitive Skin Moisturizing Cream 我已經用完整整一口 這個 另外兩支 我不是跟大家說過 我很喜歡它們的 Acne那條Line 裡面這個也有2%的 Salicylic Acid Cream 兩個都是白色瘀傷質地的 這個就幫忙疏通毛孔 另外這個是做美白的 有Alva Butan 甘草和維他命C 其實兩個臉霜都十分之好用 其實我也蠻喜歡Demmae的所有臉霜 真的 說真的 真的好用 另外 其實Demmae我試了很多 另外我也有遇過一些雷霜 不要只說好的 這兩個我就真的不適合用了 Peptide系列 Anti-aging 嘩 很豐富 我的皮膚受不了 這個應該是我的問題 另外這個 其實我不太明白 這個 它有點像 Sleeping Mask的Gel 但塗完之後真的很黏黏黏 這兩個我都不推了 我會推剛才說過三個 另外 十分之好用的 Misha Time Revolution Cream 十分之好用 這個也說過五件最值得推介過 好用的 如果大家是 其實什麼膚質都適合用 這個 因為它的滋潤度剛剛好 是很舒服 很滑 質地剛剛好 用完又不會太油膩 又有滋潤感 十分正 另外 另外這三個 就是我會比較日常用的 一些 面霜 因為剛才那三個 除了 Derma E這個 是日常用的 之外 其實那兩個面霜 我會比較晚上用多些 另外這些 全是 Gel Cream 分別有 Skin & Love的 這個 Medic Cica Calming Cream Roberton的Cream Lotus Water Cream Ordinary的 Natural Moisturizing Factor 加上HA 這個 乳霜質地多些 Shade Butter 感覺重些 另外這兩個 都是Gel Cream 類似這些 質地的 這些全部都是 我日常用得多的 薄身一點的 面霜 好 櫃裡面的 這些我就說完了 也說一下櫃外面的小量 其實這些 全部都是我用的身體 又或者用在面上 做機器的時候 會用到的一些 產品 Body Oil Body Oil 我喜歡自己混合 我會用Base 用Pure Sapphire Oil 已經用過一整支 這個是我購買的 這個是Innestree 他們的Green Tea Probiotic 以前在我的按摩影片 教大家怎樣用魚 魚的時候就用過它 因為它是按 按極 都會有少少油份 在皮膚表面 是十分之好用來做按摩的Cream 另外 急救系列 就是用來濕敷的 這個也是ABIB的 一個 Hard Leaf Spot Pad 它是類似濕敷棉 還有這個夾夾 下面一層棉花 哎唷 倒死了 好了 那就用來濕敷的 好了 之後當然有我用的Body Cream Hand Cream 就是Lux Lotion 這個是十分之正的一個Lotion 它質地是偏向厚的 但是它是極速吸光的 令到皮膚有一個很充足的滋潤度 你不知道為什麼它會吸得這麼快 而且在手上 是不會油膩的 你揉開了 吸收完之後 是不會油膩的 一點都 是很豐潤的一個感覺 另外 當然大家撈臉 就會有 Aromatica的Organic Ferragel 我之前已經推介過無數次 也寫過Blog 大家有興趣看我的Blog 就去下面看文章 另外 當然有New Face的 手機 很多朋友都私信 說Cold Beauty那裏 它不寫來香港 不知道為什麼 我那時候買就寫來香港 但如果大家 在那裏買不到的話 大家可以去 Look Fantastic 它會寫來香港 而且現在正在做折扣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裏買 可能會再便宜一點 好了 介紹完了 我的聲音都變了 其實簡單來說 幾個牌子 大家可以多多留意 如果韓國牌子 就有Ecentry Misha Time Revolution 系列 ABIB Aromatica 如果歐美 iHerb 找到的 就有 Metipi Derma E Nu Face Nu Face Nu Face 可以在Look Fantastic 找到的 基本上就是這些 希望大家會喜歡看今天的影片 我也希望 給大家一些 想法 在這個時間 可以買一些 大家看了很久都不用買的 Skin Cap 希望大家會喜歡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 我說我知道了 我也會儘量把所有 我剛才推薦的產品 連結到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看 嘩 我的聲音很溫柔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有一個 開心愉快的 一天 我們隔幾天之後 再見 Bye Bye 再見